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 我是twitch實況主 歐陽嫣兒 今天是要來介紹 傳惡的 打王的一些 小技巧 那首先我要先說組合 坦克方面來說 我是選 一隻熊跟一個戰士 熊可以幫忙吸怪 奶媽的話是兩隻巫醫 跟一隻牧師 兩隻巫醫可以穩定團隊的血量 輸出的話 優先選擇術士 法師 再來是獵人跟賊 那基本上每個人的戰力要求 在四萬四左右 在畫面上 我們可以看到橘色的圓圈 是佔所有的遠程 就是所有的遠程 就是固定站在那裡 那綠色的是讓種寄生蟲的人過去的 所以一旦你在橘色圈圈 種了寄生蟲 你就要走到綠色那邊 然後這時候呢 所有的遠程都必須轉移目標 去打掉血蟲 越快越好 打掉血蟲之後人就可以回來 然後繼續一起站在橘色圓圈內 打王 然後一直重複這個輪回 打團2的話 在這裡幫各位總結 幾個重點 大概7個 那我會一一跟大家說明 第一點 種寄生的人 記得走過去綠色標 血蟲出來以後 原本種寄生的人 要馬上走開 不能被血蟲碰到 這時候遠程輸出 要馬上轉火 把血蟲打掉 第二 千萬不要被血蟲碰到 任何一個人都是 一旦碰到他就會一直分裂 那就沒完沒了了 第三 打完兩波血蟲後 要留AOE技能 這時候 打王就只能使用單體技能去輸出 等到進小房間之後 術士跟熊直接把怪拉在一起 變身打AOE 能打多少是多少 第四 打完小房間的怪 就回歸原本一開始的站位 繼續循環1到3的步驟 第五 記住第二次進房間之後出去 王會召喚傀儡 如果看到多餘一隻的話 就代表在小房間內 打的小怪不夠多 可以考慮多組幾個術士 例如找我們家的會長 第六 傀儡要打掉 讓戰士扔槌子給傀儡 遠程激活把傀儡秒掉 戰士千萬不要硬扛 就拉著然後讓遠程打 打完之後一樣回歸一開始的站位 繼續循環1到3 第七 如果打到第三次進小房間的話 打法就跟第三一樣 大概進到第三次出來 王就會狂暴 這時候如果王的血量還有很多的話 就代表你們的輸出不夠 那可能就要再多少幾個輸出了 那以上是 打團的 新的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也歡迎留言跟我說 如果你想要我們帶你過的話 也歡迎 在S2伺服器搜尋燕兒我老大的公會 歡迎你隨時的加入喔 救命